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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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同心 那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這節課由楊婷軒 楊蔣師演講 請掌聲歡迎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晚安 有吃飽嗎 要睡了嗎 我太漂亮 說不睡了 要睡得更漂亮 這樣才不睡 剛剛站在後面看大家都還蠻累的啦 我會盡量講得精彩一點 這樣好不好 我來先問一下 我們在場有沒有人自己看報章雜誌自己來的 有沒有 自己來的 沒有 我們最近這幾期 有很多都是自己來的耶 這在以前是很少會發生的事情 可是最近這幾期特別的多 為什麼 因為台灣民政府要這件啊 要出頭了 所以很多人啊 光看報章雜誌 我們登的廣闊就自己來 那有沒有人被逼來的 有沒有 拿一個手啊 被老婆逼啊 媽媽逼啊 有沒有在唱 有沒有 旁邊坐的那個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啦 為什麼 因為我也是被逼來的 我也是被逼的耶 我也不是自願的啊 我當初來上課喔 我是怎麼來的 我們隔壁喔 有一個阿姨 她就跟我媽說 欸 我跟你說齁 台灣齁 要多政府啊 要變天啊 我媽就說 真的嗎 真的有可能 你為什麼有可能 說有可能 你聽到的時候 你感覺有可能 不可能吧 我媽就等來跟我說 欸 隔壁喔 那個阿姨說齁 台灣要多政府啊 你不要讓人騙啦啦 不可能啦 你不要去參加那啦 我們就好好過 旅程就好了 對不對 我這樣說對不對 對齁 啊 結果就不了了之啊 然後過沒多久齁 隔壁的阿姨又來了 欸 我們有那個周辦公事 不然齁 你帶你女兒去聽一下 看看怎麼樣 去聽看看 我媽就好奇 她就跟我說 我說不要啦 我哪有贏啊 去聽 政治齁 能感 我這個年紀政治能感很正常對不對 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們不要碰啦 我媽就說 啊 你就不會我去嘛 我跟妳說齁 全部都是怕他讓人騙有沒有 我就說 好啦 我不會去聽看看 結果呢 聽完之後出來 我媽就問我 你聽到怎樣 我從小到大讀這麼多的書齁 我第一次聽到什麼叫做流亡政府 她講一大堆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出來之後我媽問我 我說 我第一次聽到流亡政府這個名詞 很正常嘛 政治能感嘛 也不會太關心國際嘛 然後 我們的教科書絕對不會講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嘛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次聽到 不稀奇嘛 我就這樣跟我媽講 我說 聽到沒有聽過 而且我聽不懂她是講什麼 所以 又不了了之了 結果齁 又過不多久 好險我們的阿姨齁齁 不屈不撓的精神 她又來了 跟我們媽講 欸 叫妳們早上去上課 去上初級班 越來越過分喔 叫妳女兒去上初級班 我媽就說齁 欸 你有贏啊 你去上課 我沒有贏 然後呢 只要到了六日 欸 你有贏啊 我知道你有贏啊 去上課 我不會 我不會去上 我沒興趣 上來 妳去上 從早到晚一直給我錄 我跟妳說 人就是喔 優惠有沒有 好 好 我去上 我想說齁 我去上上來回來 才跟妳說齁 妳給人騙啊 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對不對 我就來上了 那是有給人逼迫嗎 我來上三天兩夜的初級班 結果 上完三天兩夜 有沒有 我很認真聽喔 上完之後 大家猜 我相信了沒有 沒有 我齁 馬上就相信了 那有單純嗎 一直說齁 人騙啊 有人騙啊 我就馬上就相信了 單純 你知道嗎 不但相信了 我還滿腔的熱血 上完三天兩夜的課程 我就齁 馬上就去跟我朋友講 台灣民政府的怎樣怎樣怎樣 結果齁 講完之後隔天 我的朋友就打電話給我 欸 我齁 實在妳十幾年 妳齁 絕對給人騙啊 我說妳不要這樣說啦 那位齁 都是我講的啊 講過啊 他就說 我認識妳齁 妳一定很懶惰 我說怎麼講 妳沒有上網去查對不對 欸 對啊 不愧是好朋友啊 妳都沒有上網去查 上面就寫 詐騙集團妳沒看到啊 妳又去 我就說 欸 妳說這個齁 我比妳更聰明 她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齁 台灣民政府成立 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 幾年來有多少的博士 醫生 老師 律師 碩士在裡面 他們都相信了 我憑什麼不相信 而且他們會問的問題 艱深的問題 絕對比我的知識還要豐富吧 所以我有什麼疑問 應該裡面都會有答案啊 應該絕對難不倒他們 該查證的人家都查證過了 這叫前人種樹 後人成良 這樣我有比較聰明嗎 我有比較貧大啦 我就在這裡齁 直接不查證 前人種樹 後人成良 別人有答案了 問過的問題 我在這裡問就好啊 他就 我朋友聽完之後他就說 強辯 那我問你 究竟三和平條約第二條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 澎湖的名利請求權了 為什麼你們還說日暑美戰 我告訴你我怎麼回答他 我回答他說 等我下禮拜上完初級 高級班我再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我也不知道嘛 欸 才剛上完初級 你剛沒得清楚 法理的深奧齁齁 不是你上完一堂兩堂 你就有辦法理解耶 那個要讀書 要讀新台灣論 你才會大概理解說 他在講的那個法理論述 那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齁 剛上完初級班 只是那個滿腔熱血 可是那個法理齁 還是一知半解 我就說我上完高級班 我在告訴你 啊結果上完高級班 你們猜我懂了沒 沒懂啦我不是天才齁 是有人叫我去考俊手 大家知道俊手嗎 有聽過嗎 好 叫我去考俊手考試 啊考俊手啊 coach 是不是就要讀書 我是讀了新台灣論之後 才從裡面找到答案的 那我就覺得 剛上課齁 你有很多的疑問齁 公上完課你不一定懂 可是你還是要自己 稍微读一點書 你才有辦法去理解 那個法理的深奧 然後結果齁 我是後來是有 大概跟我朋友講一下啊 阿 後來的結果 就是我媽啊我姐啊 我們家人都有進來了 然後呢 就懷抱著死命感到現在了齁 站在這裡 所以我今天每次要講初級班的時候 我都會想到我當時上課的那個心情 所以我會盡量的講得很清楚的 盡量讓大家可以理解好不好 好 我們來進入主題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 有沒有看到這張地圖 這個是哪裡 日本 台灣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歐洲人他們有一個名詞 叫做FOMOSA 這個叫做美麗的意思 他們啊 開啟大航海的時代的時候 就從日本啊 琉球 然後來到這裡 哇 怎麼有這麼漂亮的島嶼 那我們把FOMOSA赤給這個島嶼好不好 這就是台灣 台灣 FOMOSA的由來 啊為什麼 它的地圖是分成三塊 因為這是最早期 台灣齁 那時候航海技術還不是很很發達 所以畫的地圖沒有很準確 他們不知道台灣是一塊的不是分成三塊的 但是這是最早期台灣的地圖 所以當時呢 台灣以前叫FOMOSA 大家知道嗎 它就是一個美麗之島的意思 那大家知道最早活動於台灣就是FOMOSA這塊島嶼的外來民主是誰 猜猜看 南島 原住民 高砂祖它是原本居住在我們台灣原本的住民 外來的 外來 荷蘭 西班牙 鄭成功 葡萄牙 大部分大概都是這些答案啦 結果是誰 日本 13 14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FOMOSA的島上活動 是一直到1633年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赴海外發展 才停止的 所以日本至少比中國提早300年以上在台灣這塊領土上居住跟活動 所以是日本 那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了大家 已經被中華民國流亡政府教育的70年的教育有沒有 所以都會猜出剛剛的答案 這個都是有歷史文獻的 所以剛剛大家提到的荷蘭 荷蘭它是第一個 在台灣佔據的時候最有系統 來控制台灣的一個 外來的一個民族 但是 就連你們讀書所讀到的荷蘭喔 年輕人讀過書的 知不知道 他最小的時候他是選澎湖 可是當時中國 統治的大明國 他覺得澎湖離他太近了 他就出兵 把荷蘭趕出去 那荷蘭被 趕出去之後他 第二次選的就是 台灣 台灣 那他選台灣 第一個 他把台灣當作 經濟利益的轉運站 連接東西方的一個轉運站 那 既然有利益的 目的 他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會不會好對待台灣人 不會 所以有沒有聽過紅毛鬼子 這就是當時在 講荷蘭人喔 有沒有去過紅毛城 有 淡水紅毛城 然後 安平古堡知不知道 就是那個時候他們蓋的 熱蘭遮塵 那個都是 軍事基地 所以除了這些之外 在台灣基本上 沒有什麼建設 這個 很重要是因為 之後會講到 台灣為什麼會發生 歷史的殘距 這個就在 他們有沒有用心經營台灣 沒有 那再來 剛剛有人講到 所以我們在 16、17世紀的時候 那時候台灣已經奠定 是一個 很重要的 地理樞紐的位置 可是這個時期呢 中國 的漢民族 他們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 他們整個是屬於 鎖國政策 這個造成 造成以後什麼 台灣跟中國的 文化差距 所以台灣以後的 歷史悲劇 這個時候就已經開始了 這個時候台灣就已經打開了文明 但是中國還是屬於鎖國政策 從現在開始 有沒有覺得跟你讀到的歷史 有沒有一點點不一樣 剛剛沒有人會去猜到日本對不對 你可能要嘛就是荷蘭 要嘛西班牙 要嘛葡萄牙 可是你不知道真正台灣的歷史是什麼 我們啊 在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剛開始接觸 你都會很難相信 一個國家的歷史可以被捏造 一般來講是沒有辦法去相信的 可是當你了解越來越深入之後 你才發現 什麼事情都是可以造假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要放大檢視 你所認知的東西 這是 台灣 大概的一個政權輪替喔 1624年日本讓你荷蘭 1662年荷蘭讓你正成功 1683年正式王朝讓你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你日本 1945年4月1號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 英日本戰敗被中國人佔領到 今天 請問 荷蘭東印都公司在佔據台灣的期間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但是他有在台灣佔據一段時間啊 為什麼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因為 他的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是不是只有一點點 有沒有給予台灣的權道 沒有 沒有 所以他並沒有在台灣建構 完整的主權 所以荷蘭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有效管轄範圍只有一點點 那荷蘭之後的正成功呢 有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有效管轄範圍也就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 正式王朝也就是正成功 他也沒有擁有台灣的主權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正成功要把荷蘭趕走 為了解救台灣的同胞 真的嗎 是這樣嗎 為什麼 因為他要 反清 負民 反清 負民 所以 是不是有目的 他為了反清負民而把荷蘭趕走 佔據台灣 所以他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 會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 所以在他這段期間也沒有好好的建設台灣 那在正成功之後是誰呢 我們所知道的 大清國 他把正成功趕走之後反清負民嘛 然後打敗正成功之後把他趕走之後 1683年大清帝國佔領台灣 知道佔領台灣多久嗎 大清國佔領台灣多久知道嗎 212年 有久嗎 200多年耶 很久喔 兩個 兩個世紀 很久的時間 足以改變台灣 很多的事情 但是 212年這麼長的時間 請問 大清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為什麼 有沒有看過這張地圖 知道這是哪裡嗎 台灣 台灣 台灣只有一半有沒有 東半部怎麼不見呢 給他吃掉了 東半部為什麼不見 大清國一直到1895年 對台灣的領土有效管轄範圍 不給予 Formosa的全島 僅限於 六個漢人 屯墾區 東半部呢 除了 我們所知道的 高砂族 有沒有英勇 有沒有看過塞德克巴萊 進入我的獵場我就 砂頭有沒有 除了英勇之外 還有什麼原因 200多年耶 應該 時間這麼長 足以 可以控管 整個台灣了吧 足以了吧 可是他 可是他並沒有 有效管轄範圍並沒有升級到東半部 為什麼 有原因的 原因是什麼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當時啊 大清國皇帝啊 他把鄭成功趕走的時候 他不要台灣耶 他說 台灣喔 是一個 荒蕪的 化外之地 他喔 外開錢啊 啊他們不知道 台灣跟 大清國其實是很近的 我們現在知道很近啊 因為他的鎖國政策 沒有發展航海 所以他們覺得 台灣離他們 很遠 然後為什麼荒蕪 荷蘭我剛剛有問過 他有沒有 好好的建設台灣 沒有 鄭成功有沒有 沒有 所以到他手上接的時候 他覺得台灣還是一個未開發的 荒蕪的 化外之地 所以 他也不要花錢 這個叫什麼 眉眼光 頭腳 破破 不知道台灣是個寶島 他就想說喔 我也不要花錢 我也不想建設台灣 我可不可以不要台灣 這時候有一個人 司郎 有沒有聽過 他就跟大清國的皇帝建議 你喔 要把台灣 佔領起來 不然 又有人拿來做反清復明的基地怎麼辦 那皇帝想想 也對啊 啊可是我不想花錢耶怎麼辦 司郎就說 啊那好啦 我給你喔 建議 文武官員的制度建議 讓你不用花錢 花最小的錢 就可以佔領台灣 什麼建議 搬兵制度 控管一個地方要不要文官 要不要 要不要武官 要不要兵 要 班兵制度 三年 為一個任期 請問 中國 大清國 來到台灣 要不要個 那時候的交通運輸 差不多來個半年 扣掉好不好 啊你來到台灣 這塊土地啊 你要去 熟悉 鄉里 林鄭 的風俗 民情 要不要個一年 差不多吧 然後呢 再剩下個一年 你寫個企劃書齁 還沒寫好齁 草稿還沒打好齁 差不多你要回去了 三年為一任 把你的家眷 扣押在大清國 因為我怕你 來到台灣跟當地的人 集結又反清復明 所以我把你的家眷都扣押 在大清國 然後呢你只要去到台灣 三年 做完這個官 回來 我就幫你升官發財 讓你不會留戀台灣 然後去到那裡齁 沒關係 我沒有要求政績 所以 文官 就是這樣 他來到台灣 請問 做官的時間這麼短 企劃書都來不及寫 回去就升官發財 台灣是個寶島 地廣人稀 他會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人 不會 能挖就挖 能貪污就貪污 對不對 反正我又不用負責任 我明天我就要走啦 我管你台灣怎麼樣 那要不要兵 要不要當兵的 五官 司郎跟皇帝講 你那個兵齁 你就齁 大清國 無業遊民 揪揪就好了 無業遊民揪揪 把他派去台灣 把他派去台灣 一樣 三年為一任 請問 會好好的 管理台灣嗎 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不會 因為這樣的班兵制度 再加上 台灣 不足成 什麼台灣不足成 我們 文官五官要不要一個縣市政府給他們辦公 要吧 不蓋任何的建設 非得必要的才蓋 連縣政府都不給蓋 台灣不足成 我不要花錢在台灣 文官五官都用最省的方式 200多年 台灣會有發展嗎 你們想 會有發展嗎 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 200多年 這就是當時大清國在 台灣統治的情形 那我們會問啊 那台灣以後的 經濟奇蹟跟亞洲 怎麼來的 不是這個時期耶 所以 這個時間點 因為 這樣 大清國對台灣的認知 跟他 所 所施施的制度 最後造成什麼結果 大清國到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神 意思是說 204年之後 他才將宣布將台灣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 那請問他的有效管轄範圍只有哪裡 FORMOSA的西半部 請問 我們有成功的被併入他的版圖嗎 沒有 大清國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的主權 沒有 所以 台灣 從來就沒有屬於過 中國 這樣了解嗎 我們從來就沒有屬於過 中國 因為他從來沒有擁有過台灣的領土 主權 他們也見過完整啊 這樣了解了 那我們會問 可是為什麼我們心裡面 知識 裡面 然後所從小到大所學到的東西 都說他們是我們的祖國 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文化 衝擊了什麼 思想 200多年耶 兩代人了耶 兩三代的人過去了 你還不被影響文化才奇怪了耶 影響了什麼 我們原本 台灣的原本居住的住民 平埔族 高砂族 我們最早最早我們自己的文化是什麼 大家好像都不知道齁 為什麼台灣齁很可憐 被荷蘭占據 被鄭成功占據 被大清國占據 為什麼我們自己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國家 大家有想過嗎 因為 我們最早期是不是有高砂族平埔族 然後大家現在知道的 阿美族啊 泰亞族啊 是不是有很多的族 他們的族語是不是都不一樣 所以在當時的期間 台灣啊 住了很多的 高砂族平埔族 他們每一個族每一個族都是一個社 一個社一個社團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沒有共同的語言 沒有共同的文字 沒有共同的制度 因此 我們不能算是一個 國家 你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文字共同的 制度 你才能夠稱為一個國家嘛 所以 沒有文字沒有書我們只有什麼 代代相傳 靈魂不滅的傳說 我們沒有祭祀祖先 沒有 拜任何的宗教 這是台灣最早最早的文化 所以 這樣的文化是不是很容易被外來的民族統治 人家一個隨便有一個 有系統有制度的一進來就 把你 擦擦擦擦 因為我們 太脆弱 我們沒有組織 所以我們很容易被影響 但是我們要知道的 原來我們原本的台灣 最早的是什麼 我們擁有的是什麼 靈魂不滅的傳說 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荷蘭時期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高砂族 都信仰什麼 幾乎都信仰什麼 基督教 有沒有 我們的高砂族是不是很多都信基督教 為什麼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有沒有去美國 美國都信什麼 美國人都信什麼教 基督教 天主教 有沒有去過日本 日本人都信什麼 他們都拜那個什麼神色有沒有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一個正常的國家 他都會擁有 大部分共同的信仰 可是台灣呢 台灣的人信什麼 有 有佛教 道教 基督教 天主教 還什麼教都有 睡覺 對 什麼教都有 可是 在一個這麼小的一個台灣 就存在著這麼多的 宗教 為什麼 這就是台灣的文化 台灣從以前到現在 經歷了太多 東西方的融合 所以我們在荷蘭的時期 他們有一個施政的重點 就是 他們將 高砂族的那些長老 全部都 教去 然後在他們信仰基督教 他們有一個通商傳教的一個重點 那再來呢 我們接下來 要講什麼 端午節對不對 春節端午節中秋節清明節中元節元夏節七夕過年 請問是台灣原本就有的節日嗎 不是齁 有沒有點衝擊 我從小到大過年就是要包紅包 不然這個 吃粽子 不然這節日從哪裡來 212年大清國占領台灣的時候所影響的文化 從中國來的 不是台灣原本的文化 所以台灣民政府秘書長有講 台灣民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要結合東西方最好的文化來用在台灣 好不好 我們現在環保意識是不是抬頭 你消精子有沒有破壞那個 環境 如果以後改成鮮花是不是也不錯 如果你能夠把最好的文化來變成台灣的文化 是不是最好的 包括台灣民政府現在的組織架構 也是結合東西方 最好的組織架構來運用在台灣民政府 所以我們的六州的知識 知道吧 知識是日本的 用語 可是我們是 三權分立 美國的 行政立法司法 我們將最好的制度用在台灣民政府 用在台灣的未來 包括文化 好不好 我們不要學習 那些中國一些不好的文化 我們都不要 包括 現在新聞都會爆 中國人一直在路上隨地大小便 有沒有 還沒水準 我們不要學 我們學最好的就好了 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知道 台灣原本 最原始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什麼都沒有 只有靈魂不滅的 傳說 然後可是我們被影響了什麼 我們最重要也要知道這一點 畢竟我們是 身為台灣人 我們要知道 台灣真正的歷史跟文化 這樣的集體潛意識 它會造成一個世紀的魔咒 這就是 當時我的阿姨 為什麼他要來 顧毛鱸 三顧毛鱸 要來我們家說三次 才說的 這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相信 原來我們可以被欺騙一整個世紀 你沒有辦法想像 原來 一個國家可以捏造歷史跟文化 很可怕的 這就是一個世紀的魔咒 接下來呢 台灣進入什麼 1895年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甲午戰爭 然後簽訂了什麼 馬關條約 也就是日稱 下關條約 這個就是條約的內容 大清國的皇帝正式將台灣及澎湖 永久勾讓給日本天皇 這一個條約他就是 大清帝國皇帝陛下大皇帝帝國大皇帝陛下皇帝跟皇帝簽的條約 看到這裡 台灣全島級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級北尾巴巴巴巴巴巴巴有的沒的 請問這一張看起來很像什麼 契約 看起來有沒有很像 土地全壯 有沒有 這一張就是土地全壯 請各位記得 在這一張土地全壯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有在將台灣跟澎湖給割讓出去 沒有任何一個條約有在簽過 這樣的土地全壯 將台灣及澎湖給割讓出去 所以當 1895年的時候 簽訂這一個土地全壯的時候 至今 這個土地全壯都還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條約簽完之後我們進入什麼時期 日治時期 講到這裡 我之前在上課的時候我有一個疑問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老師都說 日本人對我們台灣人有多好對多好 不過啊 在我的記憶裡面 對不對 看他有抗日勒 有沒有 啊是不是都教育日本人欺負我們台灣人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記憶 雖然說不清是什麼 可是內心深處好像就是有這一股記憶 對不對 原因是什麼 日治時期的時候 他就沒跟你說清楚啊 日治時期的時候是分為三個階段 前中後三個時期 前期大概差不多二十幾年 日治時期統治多久大家知道嗎 50年 50年半個世紀 前期大概二十幾年 中後期大概差不多三十幾年 前期剛進來的時候是有一個 五官 後騰新平 那時候他來到台灣的時候台灣我跟你講 經過大清國 200多年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亂的這個 革命抗爭之後 台灣人很會什麼 抗爭 很會打仗 所以日本人進來的時候我們也要 抗戰一下 有看過這個嗎 這什麼 丁哥刀菜刀 用丁哥刀菜刀 把日本打 這樣會贏嗎 再看看 會贏嗎 不會贏 對啊 黑黑了就出去了 對不對 不會贏 可是我跟你講 當這個五官後騰新平來到台灣的時候 就死了三四千個兵 為什麼 丁哥刀菜刀 不會打贏啊 為什麼會死 怎麼死的 丁丁丁 這有厲害 一個人就可以抗 三四千人 這樣有夠 有夠 結果呢 是什麼 我跟你講啦 是病死的 不是水土不服 不是 對 你看台灣有多髒就好了 因為台灣 太髒亂 病死了 霍亂啊 這個喔 整個環境衛生之差 日本人很乾淨對不對 很愛乾淨 來到台灣 沒辦法 死了三四千人 不戰而勝 有厲害嗎 在他之前 是誰管的 大清國 大清國 兩百多年來 剛剛是不是講都沒有任何的建設 貢獻 所以你看看 張成這個樣子 來到台灣 因為這樣 我跟你講 嚇到他了 嚇到這個後騰辛平了喔 因為怕到 哪有辦法這樣啊 可是呢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台灣啊 大清國 割台灣給我 只有西半部有被統治過的痕跡 東半部咧 要怎樣 他就詢問 美國告訴他 你要依照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像美國征服印第安人一樣 用武力征服 你才有辦法實施制度嗎 因此 日本 他才開始了用 武力征服 東半部 所以有我們記憶中的一些物色事件啊 各方面的一些事件 有沒有 塞德克巴萊記憶又浮現了 所以 這就是當時 對日抗戰喔 他們日本人記述台灣是一個 適可殺不可辱的民族 這就是當時 我們記憶中的喔 那你說 這個武官後騰辛平他有過 有沒有公 有 有公 什麼公 請問在座的各位有申請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請舉手 蠻多的喔 請問你們申請身份證的時候叫你們去請什麼東西 什麼時期的戶籍騰本 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為什麼不是大清國時期的戶籍騰本 沒有 答對了 為什麼是日治時期的戶籍騰本 因為 在後騰辛平日治時期開始 才做了什麼 戶口普查 生物學科學農業 衛生教育交通警察 發展 的發展 做了這些建設 戶口普查 將你家家戶戶 你家有幾口十的人 跟你調查得清清凸凸 所以 包括到現在都沿用 日治時期的 戶籍騰本 很有心吧 有沒有心喔 管理一個台灣 這是重點 在台灣投下大規模的建設 一直到了 1904年 台灣的財政 已經完全可以自主 不需要日本的中央的補貼 甚至公共建設比日本內地還要先進 台北下水道覆蓋率是 當時亞洲第一高 有高嗎 有喔 突然覺得 台灣 厲害喔 進步了喔 那 財政可以完全自主 這一個很重要的意義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荷蘭 鄭成功 還有大清國 都沒有要建設台灣對不對 因為建設要不要花錢 要 只有誰願意花錢 日本 可是他花這個錢有沒有價值 有眼光 台灣啊 是一個 一年山收 物產 豐饒的 寶島 你把它建設好之後 他不但可以自給自主之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成為日本的 大米倉 沒有眼光 那他們是不是說 沒眼光 所以 當時 投下大規模建設之後 我們台灣的發展喔 不可同日而喻喔 非常的厲害 那中後期呢 中後期呢 中後期的30年喔 進入了文官的統治 田建智郎跟當時的首相袁靖喔 他們就商量 欸 台灣喔 現在發展到 真的不錯 他這個物產豐饒 經濟這個 真的很棒 我們把它 收為日本的國土好不好 好啊 那要做什麼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你必須要 有共同的 語言制度文化 因此他實施了一個 內地延長的主義政策 同化政策 讓日本人 台灣人都是一樣效忠 天皇 長輩有沒有學過 有對不對 你也要有共同的語言 然後日台共學 任用什麼 八田與一 來建設台灣 任用很好的 建築師 大家知道八田與一嗎 台灣喔 很重要的土木工程家 沒有他喔 沒有今天的 漁米之鄉 一個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工程 他很有名耶 當時啊 他是怎麼建設台灣 有沒有去過屋三頭水庫 有 這一個就是八田與一的 在那裡的雕像喔 你有看到他土壘有沒有 土壘在做什麼 我在想喔 我在想喔 在台灣 我看過喔 那些稻田 我要怎麼喔 將這些水 可以綿延數萬公里這樣子 來灌溉你們這些稻田 讓台灣喔 可以 一年山收 然後成為漁米之鄉 所以當時 台灣 加南大駿 烏山頭水庫喔 桃園大駿都是當時 台灣現代化很重要的土木工程 烏山頭水庫甚至是當時亞洲規模世界 第三大水庫耶 世界的耶 這樣有夠喔 結果你看看台灣現在 年年缺水有沒有 為什麼會缺水 後來的建設真的太爛了 然後喔那個 土木啊 你知道我們那個水庫的那個淤積啊 100年挖不完耶 不是台灣沒下雨耶 是下了雨水流不住耶 那是不是跟建設有關係 知道當時的建設啊 台灣的亞洲 亞洲 四小龍跟經濟奇蹟是什麼時期來的 現在知道了嗎 什麼時期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蔣經國的10年建設知道嗎 知道日治時期的建設是幾年嗎 沒有10年沒有20年耶 他們畫一個建設藍圖就是100年 包括到現在 還很多的建設都在沿用 日治時期的建設藍圖 這樣有夠嗎 還敢說 台灣的經濟奇蹟跟亞洲四小龍 是他們來的嗎 大清國不可能 他們更不可能 文化就落後我們幾百倍了 什麼時期來的 日治時期來的 在這時候 世界第三大水庫耶 頂呱呱呱的台灣有多小啊 有夠嗎 所以台灣的經濟奇蹟 南北的縱貫鐵路 港口 機場 開發全台的電力 水利火力發電 資訊傳播網 到這一刻啊 台灣呢 終於 可以稱作為一個真正的 國家 終於發展起來了 在這個時候 每一個人 吃一百錢的燒 好呀咧 台灣啊 沒有多少的人口 可以發展成這樣 可想而知當時的光景 那中華民國呢 中華民國 當時 都還沒有建立喔 台灣就已經比 中國 進步一百年 這樣的差距大不大 很大耶 這樣的差距 你可想而知 當我們被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 所接管的時候 台灣會發生 多可怕的慘劇 我們被落後的人接管 各級的行政司法警察 護政農會 金融財政底氣 及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當時都已經建構完成 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代表了什麼 很重要的一點 每個人都有讀書 這樣子我叫你在路邊尿尿 你就不會去尿尿 對不對 教育 很重要 這就是文化的落差喔 他們在幹嘛 跪著 讀書 為什麼要跪著 對 培養武士道的精神 所以 這樣子在培養 台灣人當時的一個武士道的精神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他發揮了一個很大的功效 待會兒再跟你說 有沒有看到這群學生很漂亮 有沒有每個人都穿鞋子 我們媽 看到這頂的時候 就說 欸 他們打掃的時候 有鞋子都穿了 我說是呀 我打掃的時候 還沒鞋子都穿了 欸 我說你沒這麼老啊 你打掃的時候 怎麼比這個以前還沒可能啊 你打掃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他想想呢 打掃的時候是 中華民國剛接港台灣沒多久的時候 日治時期有鞋子可以穿 然後等到中華民國的時候沒有鞋子可以穿這代表什麼 落後退步 當時有多少的人餓死街頭 這一張 是台灣啊 所第一所成立 由台灣人就讀的 小學齁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然後他們打贏 那個日本的小學生 打贏棒球的一個合影留念 又代表了什麼 欸 代表了什麼 吃的飽 穿的 稍後有時間去 打棒球 有沒有 這代表 這個時期發展了很多的 文化 當時的這樣的狀況 差很大 有沒有突然覺得死三四千人還算少了 整理後 就變這樣了 差很多 一個有心治理台灣 跟一個無心管理台灣 這就是差異性 這次 終於 我們的昭和天王 他下達了一道 詔書 在這一刻 他要將台灣 變成是日本的國土 他在1945年的4月1號 頒布了明治憲法 從此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為什麼是神聖不可分割 有沒有看到這一個 日本的地圖 這是日本對不對 這是哪裡 台灣 台灣在日本的地圖裡面 有沒有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是什麼意思 他有一個意義的存在 當時我們剛剛是不是有簽訂一個 馬關條約 日稱下關條約 對不對 我們簽訂這個條約的時候 當時 大清帝國的皇帝 他把台灣跟澎湖 割讓給日本天皇的時候 還多割了一個地方叫做 遼東半島 可是呢 這時候有三個國家出面抗議 他說 遼東半島 是 當時大清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也就是 當時 奉天是滿清的起源地 所以 遼東半島 是大清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之一 不可以割給你 日本喔 所以日本遵造了 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又跟 大清國的皇帝簽訂了一個 遼南條約 再 再將遼東半島割還回去給大清國 台灣的領土主權現在還在誰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當時賦予了台灣人參政權 這是當時的報紙 下達了 徵兵令 一切 合法 依照了萬國公法國際戰爭法 合法的將台灣 跟澎湖變為日本的 領土之一 當然了解了喔 可是 看到了什麼 好景不長 好景不長 我們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好 謝謝